在这个单元 我会和大家做DEX函数的简介 为什么你需要使用函数 如果你有一份销售报表 分别有月份 产品 该产品的单价 以及该笔订单的售出数量 那么现在你想要去计算 一月份 整体的销售总额是多少 你会怎么样来计算呢 我想 最直观的方式就是每笔订单 它的单价乘以数量 就是该笔订单的总金额 那每笔订单呢 都是用同样的方法依此类推 所以用这样的方式 写出来的计算过程 就会相当的冗长 而且你也很有可能会 漏写一些计算的过程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问的是 有没有更快速的做法 可以完成这件事情 有的 其实函数就是在解决上述的问题 第一 它可以用更精简的方式来表达你的计算过程 所以你不需要再写一大串冗长的四则运算 你只需要用一个英文单字 一个函数来表达你要计算的方法就可以了 第二 它可以帮助你去完成一般加减乘除四则运算 没办法做到的事情 举例来说 如果你想要将某一个资料表先做一些筛选的动作 再做加减乘除 那这个时候一般的加减乘除就没有办法做到 因为加减乘除没办法做筛选的动作嘛 或者是说你今天想要计算一张资料表里面到底有多少笔的订单 那这个时候技术这件事情四则运算也做不到的 第三 那我们可以用更弹性更自由的方式将数据依据你的需求去进行运算 也因此呢 它可以提升你的工作效率还有工作价值 那在Power BI里面 我们把这个函数叫做DEX 那这个函数语言呢 包含了函数本身运算的符号以及数值 那它其实和Excel呢是有部分的相似之处 那也有部分的不同之处 但这都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重点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重点是 DEX函数 它是如何在Power BI Desktop上面去进行使用的 那我们讲到函数这件事 就可以将它做一个分类 那到底有哪些函数的类别呢 最基本的四则运算的统计类别 或者是说逻辑判断 还有文字的调整 资料表的一些筛选的功能 还有时间的调整 那这些呢都是常见的一个函数 那我在接下来的单元会和大家去做分享 这些常见的函数 到底要如何在Power BI里面做使用 那我们使用DEX函数的时候呢 基本上要有六个元素 那做出来的DEX函数就会像我画面当中所示的这样子 第一个元素是我们经过函数计算运算后的一个量值的名称 你可以把这个计算过程给它一个命名 那在Excel上面呢 我们基本上只要写等号就好 然后后面就开始写公式嘛 但是呢在Power BI里面 你必须要将这样的一个计算过程给它一个命名 第二个我们一定会需要一个等号 在Excel上面也是同样做法 那在等号的右方呢 就是写上你的计算过程 而等号的左方 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必须要给它一个名称 再来最重要的是你要计算的函数 它到底是什么 那在等号的右方 你要写上去的就是函数的名称 还有第四个 你在函数后方一定要加上一个刮弧 这样子我才会知道 你的计算范围到底是什么 好第五跟第六个是比较特别的部分 第五个是我们要选取的资料表里面的资料行 到底要怎么来表示呢 如果你要表示的是资料表 就记得要用单引号的方式来表示 你今天选取的是一个资料表 再来第六个重要元素是 你必须用中括号来表示你选取的资料行 那第五和第六这个单引号和中括号是比较特别的地方 和Excel有一些不同之处 那这个单元就先介绍到这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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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